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 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訂閱突破68萬人 這兩天呢 因為港版國安法的攻防呢 黎智英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直接說呢 習近平是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 而且他甚至超越毛澤東 為什麼他被定義成超級獨裁者 事實上他現在所走的路線 都是過去毛澤東的路線 然而2020年的習近平手上 擁有的是5G大數據 跟這個衛星高科技 所以他能夠掌控的部分的高科技的平台 跟毛澤東的年代是不一樣的 而兩人的政治領袖造神化 在中國內部的造神運動 也是一模一樣的 對外之間包含了1962年 毛澤東打過中印戰爭 如今中印也有衝突 也有戰爭 而對外的鬥爭的部分呢 現在中國的周圍邊境地方 也都有軍事的衝突 這樣的鬥爭跟奪權 在今年面對的是嚴肅的挑戰 因為中國內部呢 改革開放經濟快速成長40年之後呢 今年經濟首度面對衰退 衰退的而且呢 重傷的中國經濟 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跟軍事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產經新聞的臺北支局長 石板明夫先生 大家好 再來是黃彭校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吳明杰 大家好 再來是張國成老師 大家好 彭校大哥 剛剛看到的是黎智英 還在爭取香港的民主自由 但是喔 在他的眼裡喔 習近平是超級獨裁者 甚或超越毛澤東 因為現在的中國 比毛澤東年代的中國有錢 現在中國的獨裁跟控管監控的 平台跟技術 跟毛澤東當年的控管的 維穩的平台高科技技術也不一樣 是的 在1962年的時候 英國的蒙哥馬力元帥 曾經到大陸訪問 那個時候蒙哥馬力跟這個毛澤東講 他說50年以後中國一定非常偉大 毛澤東不相信 他說我看可能還要100年 結果沒想到蒙哥馬力給說對了 那麼所謂的中國更偉大是什麼呢 就是說中國比毛澤東時代有錢的多了 那麼第二個呢 現在中國所掌握的工具 很多科技 特別這個 這個很多人臉辨識啊 網路啊 AI技術啊等等的 這些使得中國的 對人民的控制 遠大於毛澤東時代的精細深入 因為我們知道毛澤東的極權呢 他是很多是透過所謂的 這個運動而來的啊 從這個發動人民啊 譬如像他發動文革的時候 發動這個紅衛兵啊 發動群眾 這樣子來改變 這個他的這個政治局面 但是呢 到了習近平時代 工具不同了 他用的是什麼 他用的是網路 他用的是網軍 利用網路網軍的力量 來讓很多的 這些所謂的酸民 以民啊 網路上的這些啊 來 在所謂的愛國主義的棋子之下 團結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 來對中共的內部也好 對外也好 來進行他的獨裁 但是呢 我覺得這兩者之間呢 有根本的差別 第一個 說習近平像毛澤東一樣 那那坦白講 那還真的是 這個 抬高了習近平的地位 因為說實在 毛澤東的 他的這種 在中共黨裡面的地位 那真的是 不是說靠人家 加持給他的 而是他自己 有他的一些想法 有他的 這個一些領導上的 這個能力 但是呢 習近平呢 他基本上 他一路上都是人家提拔的嘛 對不對 他是所以能夠當上 中共的最高領導者 也不是經過鬥爭而來的 他是因為說 當時的團派 跟這個 另外 江派之間的 這種鬥爭 之下的一個妥協的人物 當時江派支持的是薄熙來 團派支持是李源潮 完全沒有考慮到習近平 但是後來因為雙方僵持不下的結果 讓習近平出現了 當時為什麼會讓習近平出現呢 因為雙方都認為習近平這個人啊 非常的這個內斂啊 非常的平和 認為是一個比較好駕馭的 比較好溝通的人 但是呢 後來發現說 他們的看法可能都發生了錯誤 但是習近平之所以改變 不是因為說他天生就這麼強 而是因為說他遭遇了很多黨內的 暗殺啦 政治上的陷害啦 使得習近平心生恐懼 而不得不要武裝起來 不得不要強大起來 這就是習近平之所以 這個後來慢慢的會成為一個 越來越有權勢的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基本上差別在哪裡呢 毛澤東基本上 他只管大政方針 他只管戰略問題 你看毛澤東 第一個 他一手緊抓的是什麼 意識形態的問題 他對於這個 這個意識形態思想方面 他是非常注意的 人民日報 他天天看 裡面有任何問題 他直接就打電話 就下指示了 有的時候 人民日報裡面的所謂的社論 我們叫社論 他們叫評論員文章 毛澤東還親自寫 所以這是毛澤東的不同之處 第二個他抓黨的組織 第三個他抓軍隊 就是抓著三樣 日常事務呢 他基本上不太管 但是早年的時候 他還主持什麼 最高國務會議 這個最高國務會議呢 這個等於是黨政軍一起開的 這種會議 我這邊有一本 有一本很老的書 這本書叫什麼 毛澤東思想萬歲 這本書是什麼呢 你們以前都要讀這個書啊 對 這是我進西奴研究所的時候 第一天我們發的書 後來這本書被我讀爛的 你看這個成為我的床頭書 為什麼呢 因為很有意思 這裡面就是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的時候 他的一些講話 完全原知原味的 理論包括說 這個大家笑啦 或者說 這個誰插話啦 等等 通通寫下來 這是為什麼呢 在文革的時候 紅衛兵 把中央的黨拿出來 所編輯出的一本書 後來這本書 這個文革以後呢 這個有一段時間看不到了 前不久的時段 又拿出來 但是已經跟原來的已經大不相同 這本書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毛澤東啊 他主持這些會議 他是天馬行空啊 第一個 他對歷史 對於中國的哲學 真的非常有研究 他對戰略問題 他非常有看法 所以說 這個毛澤東一生當中 有兩個最主要的著作 一個叫 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 一個叫什麼 論持久戰 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 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共產黨 怎麼樣子 從過去 這個 這個 李立山路線 的這種 左傾路線 一路的失敗 武士圍剿 最後 被 被迫 這個 所謂的長征 就是讓人流亡 這個過程裡面 毛澤東提出說 中國革命的路線 要怎麼樣 才能打印 這個戰略是什麼 其中包括說 對於這個戰術的研究 對於以農村包圍城市 這些的戰略的規劃等等的 都是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 也是因為他的這個著作 這個奠定了他後來 在遵議會議的時候 獲得了中共黨內的支持 成為中共在軍事上的領導者 第二個 論持久戰 這是他在抗戰時期 所寫的一篇論文 這一篇的論述呢 主要講說 跟日本之間的鬥爭要怎麼打 就是以中國的廣大的土地 我慢慢跟你耗 這個就是論持久戰的主要內容 那麼這兩個最主要體現出什麼 毛澤東是一個戰略家 他對很多事情 他經常講 我們不能只看局部 要看全局 大有整個國家的全局 一個省有省的全局 一場戰役有一個戰役的全局 哪怕是一場戰鬥都要有戰鬥的全局 今天習近平跟毛澤東的差別在哪裡呢 習近平啥事都管 他名下除了說 這個從中共的總書記到國家的主席 軍委主席 他通通包了 除此以外 他還有很多的什麼小組 他自己兼召集人 自己兼負責人 這個在毛澤東是不會幹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都交給周恩來啊 他們去做 他不會去管這個日常事務 毛澤東只管大的方向 習近平事事都管的結果怎麼樣 就被多利分嘛 顧此私筆 捉襟見走 畢竟你不是什麼都懂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看到說 習近平管得太多了以後 第一個 國務院的角色 從來沒有這麼的淡化過 李克強幾乎很長一段時間 變成隱形人一樣 那你國務院是做什麼的 所以說這些就是習近平管太多了 管太多了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一個好的領導者管方向 所以這也是習近平跟毛澤東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好那王浩大哥我請教你 這個你過去就講 習近平2012年這個當家之後呢 12年還不明顯 修憲之後呢 他非常鮮明的走到一個毛澤東的左傾路線 那毛澤東的左傾路線跟習近平今天的路線 你的觀察有什麼相同跟差異 這個最本質的差異啊 就是毛澤東他是一個所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路線 他是從一個他認為的弱勢要走推廣到全世界 向全世界推廣毛澤東思想 然後在全世界發動世界革命 而習近平認為他是叫做中國的制度自信 就是他認為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對而且是制度自信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勝利 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實行的這種獨裁統治的發展模式 是全世界最優秀的 因此他要向全世界推廣他的中國的發展模式 這個叫做他的制度自信 就是他覺得他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他要向全世界推廣 大家都要向他一樣的去做 那當然本質上 毛澤東也是要向全世界向他一樣做 毛澤東是要全世界發動無產階級革命 推翻資產階級統治 那習近平是說 我的中國的國家治理的模式 是全世界最好的 大家都要向我這樣做 那麼問題 比較關鍵的這個問題 我剛接著黃奔孝大哥說的這個 他上台雖然是一個 一個國內鬥爭的一個結果 他是一個比較弱勢的領導人 因為他沒有很強的個人的資歷 但是他上台以後 他做對了一件事 就是說他通過拉龍王岐山 反腐反攤 作為一個清除黨內的 反對派的一種手法 那麼這個過程 他一方面打倒了黨內的反對派 另一方面也贏得了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支持 因為中國老百姓 也都認為在江的和湖的時代 中國共產黨高層的貪污腐敗非常嚴重 所以大家也要反腐反貪 那麼這個是對於習近平 定於一尊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事情 中國歷史上皇帝做這個事情的 類似的這樣的皇帝的例子很多 那當然這個中國國內最明顯的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上台的時候就把他爸爸康熙皇帝的手下的臣子 反貪官污吏殺了一大堆 所以反貪很容易奪權跟極權 因為一方面反貪又是一個 因為中國共產黨每個人都是貪的 所以每個人都有小辮子可以被抓 所以他想要整誰 他就說你是貪的 所以每個人都可能是被整的對象 所以他就定於一尊了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從更深的層面 你來理解這個習近平統治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那習近平統治的社會基礎 當然第一個就是太子黨和太子黨外圍的權貴資本主義 這是他的統治最重要的基礎 那第二層就是一般共產黨員的特權階層 中國有九千萬多萬的共產黨員 他們在中國14億人口中是有特權的 那麼這是特權階層 然後第三個層面才是一般中產階級 那為什麼中國中產階級到目前為止 還是支持中國共產黨的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他們是怕亂 怕中國分裂 因為他們有對於這個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所謂內戰也好 分裂也好 這種很強的從小的意識形態的教育的結果 而且有那種國仇加恨 他的爸爸媽媽灌輸他或者他的爺爺奶奶灌輸他這種分裂這種混亂帶來國仇加恨 某種意義上他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記憶 因為共產黨的教育他們不把它看作這個是毛澤東共產黨投資發動的一場政治鬥爭 而他們把它看作是中國也是內亂 紅衛兵街上打砸搶造成了這樣的一種社會不穩定 所以中國不能不穩 所以大家都要聽黨的領導服從指揮統一行動 那這個中產階級的整個社會心態 我覺得這個也是習近平和共產黨維持統治的一個關鍵的原因 那麼這三個部分的力量結合起來 那麼所謂的社會下層一般的工人農民或者社會邊緣人士 或者是這個被蔡奇清除出去的低端人口也好 他們只是一種基本的討生活 但是呢他們認為這個統治力量太強大 也沒有辦法反抗 所以整個中國共產黨現在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定義一尊 在一種金字塔形的狀況底下能夠維持這麼久的統治 但是還沒有很明顯的一種裂痕一種反抗的出現 跟他的整個社會的基礎結構是有很大關係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中之間的這個攻防 針對香港的議題現在還在角力 然後黎智英直接接受國際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說習近平是超越比毛澤東還要嚴厲 還要獨裁的超級獨裁者 那毛澤東當年定於一尊 那現在習近平也定於一尊 兩個人都是權力極大化 那請教一下矢板明夫先生 你怎麼觀察兩個人物的差異 覺得習近平呢 他基本上最近 基本上他是脫離鄧小平路線 回歸毛澤東路線 那麼也就是習近平呢 就是說他基本的方針就是說 把鄧小平改革開放這30年 30多年當時40年的東西否定 以後呢回到建國初期的各種理念 關於鄧小平和毛澤東呢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呢我大概10年前 我有很榮幸有機會去採訪到了 這個有李瑞先生 這過去毛澤東的 毛澤東秘書 李瑞 對 然後呢 那個時候大概10年 他已經93歲了 然後呢 他是做過毛澤東的秘書 然後呢文革是被打倒 非常慘的一段經歷 之後呢 改革開放的時候再次復歸 作為鄧小平的主要助手 當就是做過中央組織部的常務副部長 就是胡錦濤啊 溫家寶這些人都是他提拔上來的 所以說他跟毛澤東跟鄧小平都很熟悉 那麼我去他 他住在北京是墓西地 墓西地旁邊的一個叫部長樓的一個 職守高級幹部住的地方 進去有警衛盤查得很嚴的 然後呢我去的時候 他那年93歲 我到他家裡的時候 他剛從游泳回來 然後他每天游三個小時游 然後他自己 這麼健康啊 對 他自己進來以後 先跟我說 他說我們屬於 我們共產黨人最會照顧自己 然後我說 我屬於特權階級 對不起全國受苦受難的廣大人民 就很幽默的風趣的開場白 然後呢他就 他講是什麼呢 他說 然後我第一個問題就問他 我覺得您對毛澤東 鄧小平都在他們身邊工作過 他們兩個人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然後這高先生就閉起眼睛來 慢慢地說 他說我觀察 就是這麼多年我觀察政治 就是我覺得呢 有四件事情 是推動人類進步的 哪四件呢 他說第一是民主 第二是法治 第三是科學 第四是改革 民主 法治 科學 改革 他說凡是這四件事情呢 就會讓 作為政治人物 盡量推這四件事情 這樣國家才能進步 人民才能幸福 那麼呢 凡是這四件事情 相反的有四件事情 那就是呢 獨裁 獨裁 然後人質 人質 愚昧 愚昧 革命 革命 他說凡是推這四件事情 人類也就進步 人民就不幸 人類也就退步 人類也就退步 國民就不幸 他說毛澤東一輩子就推這後四件事情 他說所以說呢 我管他這叫四善和四恶 他說毛澤東這四輩子 一直推的就是說 獨裁 獨裁 人質 愚昧 革命 革命 然後呢 他講的時候 當然是獨裁和人質 比較要理解 他講什麼愚昧 他講毛澤東啊 雖然熟通中國經史 出口成章 詩詞也寫得好 但是對自然科學 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然後他給我分享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說當年啊 1958年的時候 毛澤東開始就是 推進大躍進 大鏈鋼鐵嘛 然後全國在砍樹 很多的原始森林 都被砍掉 都被砍掉 就是拿鞠鏈鋼嘛 然後呢 李瑞他們都是 受過高等教育 他們知道砍樹的話 原始會破壞生態平衡 促進沙漠化 然後呢 他們想怎麼勸一下毛澤東 但是毛澤東那個時候 已經是獨裁者了 不能隨便 隨便說自己 就可能被打入18層地獄啊 所以他和毛澤東 另外一個秘書 叫田家英 他們兩個商量 然後呢 怎麼勸毛澤東 然後毛澤東那一輩子 看不起人 包括秦皇漢武啊 什麼唐宗宋祖 都覺得沒什麼了不起呢 毛澤東只尊敬一個人 叫曾國藩 他們湖南的老鄉 為什麼 湖南的 他的前輩啊 湖南人啊 曾國藩打敗太平天國 就毛澤東就 就喜歡曾國藩 然後呢 他們就找 從曾國藩那邊找 結果真找到 曾國藩有個兒子 叫曾濟澤 這個後來住過英國公使 英俄住過英俄公使啊 他是比較喜歡自然科學的 曾濟澤在出訪 訪問德國的時候 當時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德國保護生態環境很好 這個森林是很重要的 不能隨便砍伐 文章中有幾句 類似這樣的東西 他和田家英在過去的報紙找到了 然後找到這個毛澤東的 一個心情非常好的時候 然後就拿著報紙 就給他禁言 說主席您看這個曾濟澤也說 這個說砍樹不太好 然後毛澤東看完以後呢 就說無稽之坦 這個國人就下去了 然後他說毛澤東啊 我們就是根本不可想像 比如說我們學自然科學的 最基本的就是說 我們知道什麼叫植物 動物 有各種分類嘛 就是植物 動物 生物 然後尊重科學道理 對 毛澤東不分的 他就是世間萬物皆有靈性 這個植物的動物都可以互換的 在大家的概念裡面啊 是傳統 所以說你跟他講 都是雞同鴨講 所以說他完全推動 那條愚昧的東西 所以毛澤東就是越來越 不相信自然科學嘛 那不相信科學就會土法煉肝 然後就會硬幹 就會像當年的義和團一樣 對 然後把大學都入學 大學入學考試圈廢紙 大家都不用讀書 所以說就是推動愚昧 所以中國就完全就越來越差嘛 而且革命嘛 從土地革命 共產革命 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全是讓民族退步 讓國民不幸的 然後呢 他說鄧小平上來了 鄧小平呢 他比毛澤東聰明 他想呢 他這四項呢 他改了兩項 就是獨裁和人質他沒有動 但是呢 他鄧小平崇尚科學 科學 他重視科學家 然後呢 就是另外一個呢 他不革命 他改革 所以說呢 他說鄧小平呢 算一個半吊子偉人 所以說他把中國經濟搞好了 這是他有功勞 但是說呢 前兩個 這獨裁和這個人質 他沒有動 所以中國改革一半 經濟好起來了 政治還是 非常不好 然後後來習近平就上來了嘛 那當然我採訪的時候 還沒有習近平呢 當時了解 聊了很多跟習仲勳的 他們互動的故事了 但是習近平上來以後呢 就是李瑞後來就是 他就說嘛 習近平跟小學生一樣啊 就是說習近平把鄧小平改的那兩個 又改回去了 所以鄧小平 現在習近平又開始口號治國了 又不中上科學了 然後又講的什麼人定勝天啊 什麼那些 就是唯心主義的東西都出來了 然後呢 習近平現在又開始在軍隊 天天講鬥爭 天天講什麼殺氣騰騰的 把所有的軍區改成戰區 又開始成上革命了一套 所以說呢 最後李瑞晚年的他評價中國呢 他講了兩句話 他叫毛病未改 饑餓成習 就是說毛的病 毛流下來的病 這麼多年沒有改 所有的惡積在一起 變成了習 哦 李瑞真的是有學問有讀書 所以他說毛病未改 饑餓成習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李志英爭取香港的民主 那他接受國際媒體的訪談的時候 他說毛澤 他說習近平是超級獨裁者 比毛澤東更嚴重更劇烈 那剛剛這個石板明夫先生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毛澤東當年的祕書李瑞 最後對中國的評價叫做毛病未改 饑餓成習 那這裡頭確實有領導人的 這一個領導核心當中呢 帶領一個國家走到哪裡去 那請教一下張老師 確實當年毛澤東有幾個重大政策 重大路線 那如今跟習近平的重大政策 重大路線也非常類似 是的 因為習近平啊 其實他在接掌政權的時候 他的處境有一些跟毛澤東是相同的 有一些是這個 其實是比毛澤東好 因為呢 不管怎麼樣 在他接掌政權的時候呢 中國的國力呢 其實已經是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了 這個各個方向的發展呢 跟毛澤東當時建國的時候 這個整個中國處於一窮二白的這個情況是大不相同的 在那個時候呢 又是屬於這個高干子弟 被他父親習仲勳很早就被打倒 所以在整個出身教育上來講的話 他在年輕的時候吃的苦頭啊 比江湖兩個人要來得多 但是呢 就有很多人說 他的文化程度啊 其實不如江湖兩人 像剛才提到說 毛澤東呢 不懂科學 可是至少毛澤東啊 熟讀中國的經史 而且會作詩 會填詞 可是呢 從來沒有任何人聽過 看過 習近平作過詩 填過詞 還是引用中國古代的這個 這個經史 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他沒有念過 因為那個時候是文革的時代處於 這個中國教育啊 水平最低的時候 所以呢 這個習近平啊 這個一方面來講 他就先要塑造一些重要的個人崇拜 這個就跟毛澤東上台的時候 這個他在馬列方面呢 其實不如這個張文天 這個不如這個劉少奇 那這個所以呢 毛澤東也必須要創造個人崇拜 是同樣的道理 那所以這個習近平呢 先就是 這個就有很多的這個地方 甚至還出現了像文革時候的壁畫 就是說習近平在 鄉村這個勞動的時候呢 扛200斤的麥子 可以十里山路不換肩 就是扛著100公斤的麥子 可以走十里的山路 連換個肩膀都不用 這個其實就是代表說 雖然我文化程度呢 很多人批評說 我是所謂博士 但是不行 但是至少 我是能勞動的 具有這種各方面的 這個工作經驗 是吃得苦的 這是習近平第一個 用來鞏固他領導中心的一個核心概念 就跟毛澤東時代一樣 就是在解放軍內 已經把習近平的重要的談話 匯集起來 變成語錄了 那麼文選跟語錄 其實不是中國大陸的讀者 可能不是 觀眾朋友 不是太了解說 這中心到底有什麼分別 文選呢 簡單講 是用來學 就是用來參考 是我們重要的參考 但是呢 只要是語錄呢 就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這個就是工作的指導原則 它的地位呢 是比較高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毛東上來的時候 他用政治罪名 消滅政敵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所以在毛澤東這個 這個死後呢 這個對他的這個道詞裡面說 這個毛主席呢 對抗消滅了黨內的十次路線鬥爭 這個十次路線鬥爭 其實就是毛澤東發起的 十次對黨內其他領導人 黨內同志的一種 這個非常殘忍的 黨內的內鬥狗咬狗 後來呢這個十次也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後來在他的道詞的時候 葉劍英就提出了說 這個說這個十次路線鬥爭 看起來這個觀感不好吧 影響不好 人家覺得我們共產黨 怎麼好像從一補到金就是鬥 後來將近說不行 堅決一定要維持十次路線鬥爭 這個說法 因為呢 毛主席生前就講了 這個與天鬥 與地鬥 與人鬥 其樂無窮嘛 這個就是鬥 這個鬥才是好的 那目前來看 我們看這個習近平 也是強調這個 這個用反貪腐的名義呢 消滅政敵 而且不怕提到鬥爭這兩個字 這跟之前的 這個江湖呢 是大為不同的 現在習近平呢 就講得更清楚了 中國夢 有強軍夢 有這個 各式各樣的夢 這個每一個領域呢 都有一個夢 這個夢呢 其實呢 在這個 如果說這個 我們在台灣聽起來 就講做夢 就立刻會聯想到什麼 白日夢 好 但是呢 在中國的來講 有這個夢 是偉大的 因為呢 它代表提出一個願景 所以呢 這一點也是 習近平呢 其實呢 非常的這個明顯的 學習這個毛澤東的一部分 那至於說呢 我們看到這個 平常這個出現的姿態啦 下鄉啦 平常的這種穿著 其實呢 習呢 也是有意無意的呢 跟毛的路線呢 是走在一起的 好 那董老師怎麼觀察 我簡單的歸納 剛才 幾位前輩所講的 就是說毛澤東跟習近平 真的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比較 簡單的歸納 毛澤東他的 對外 他的對外在內 簡單的說 他就是要稱霸 他就是 不但要超音感美 他其實心裡面想的 還要超越蘇聯 所以說 那個史達林一死後 他為什麼 在對內 毛澤東對內 剛才有談到 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 第一個五年經濟計畫 有做得還蠻成功的 有看點 有看到點成績 毛澤東馬上 頭腦發熱 他馬上要搞這個三面紅旗 搞這個大躍進 要搞這個人民公社 想要多快好省的 趕快過渡到共產主義 這就是為了要超過蘇聯 所以你看 毛澤東在外交上 他是搞這個所謂的輸出革命 搞這個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在軍事上 說這個 美國是紫老虎 準備要打下一場的世界大戰 在對內的政策上 對自己黨內 以階級鬥爭為綱 然後鼓吹這個不斷革命論 搞整風 搞十次的所謂的 這個中共黨內 十次的黨內鬥爭 裡面有六次 是毛澤東自己搞的 不相信科學最有趣的 他真不相信科學 在50年代的時候呢 就有 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社會學家 叫馬尹初 告訴他 告訴毛澤東說 中國的人口恐怕要管理一下了 不然會變成一個 很嚴重的人口問題 毛澤東就回他一句話 人多好辦事 不管啦 所以說就變成說 這個中共 中國大陸的這種人口 變成後面一個 非常沉重的負擔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習近平 一樣 對外 他就說 太平洋容得下中美兩國 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然後現在呢 變本加厲 在全世界搞他的 戰狼式的外交 放任他的軍隊 四處 在亞洲 四處去騷擾 去作亂 然後呢 這個對內 由於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這個中美貿易戰也很有趣 就是說 其實2018年 前半年 中美貿易戰剛開打的時候 你去看這個中共的 它的這個 人民日報也好 新華 這個新華社也好 所發出來的評論員的文章 這個這個美國不敢打 打必輸 中國小打小贏 大打大贏 美國又變成這個紫老虎了 好 然後呢 這個這個經濟怎麼辦呢 自力更生嘛 三個靠自己嘛 然後一樣搞黨內鬥爭 跟這個整風運動 但我認為 這個習近平跟毛澤東 他有 他至少有三個很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沒有戰略 習近平沒有戰略 他已經 他執政的過去的 這六年來 他已經發生了 數次的重大的判斷錯誤 還有錯誤的決策 第一個 我們過去在這邊都談過 對川普的判斷錯誤 對中美貿易戰的判斷錯誤 對台灣的判斷錯誤 對香港的判斷錯誤 因為你的判斷錯誤 你後面的決策就是錯誤的 這是第一個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 沒有技巧 毛澤東的鬥爭技巧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拉一個打一個 拉一個打一個 所以剛才所說的 從這個彭德懷 這個要鬥爭 1959年 當時的國防部長 要鬥爭 他拉著劉少奇 彭德懷倒了以後 把劉少奇 身為國家主席 現在要鬥劉少奇 拉著林彪 另外一個國防部長 把劉少奇鬥倒了 國家主席鬥倒了以後 又拉著其他新的 所謂的文革四人幫 來鬥倒林彪 所以呢 這個毛澤東是拉一個打一個 習近平可沒有啊 他是一打一大片 他所有的派系 所有的這種地方的 這種省份的要員 被他一次性的打倒 這是一種沒有技巧的打法 用統戰的話來說 你一次要打倒全部的敵人 你就會變成一個都打不倒 這是中共的教條啊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技巧 那更重要的 他是一個政治上的姑娘 就是說他沒有他 他自己的派系 你看他是怎麼起來的 為什麼 2007年的中央委員以上的投票 會投給這個人 我再強調一遍 為什麼習近平他會出現 作為一個黨的領導人 那個時候大家投票 這個大概400出頭的人 中央委員以上的 通通投票 會投這個原因 他變成第一名的原因 是因為他過去十年 在福建 沒有政績 沒有戰績 沒有任何的功勳 看起來 沒有威脅性 所以選這個人出來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個 政治上的姑娘 他的所謂的席派 是他被服為 這個國家主席 準備要接班的時候 才臨時拉起來的雜牌軍 就是根據他過去的什麼同學 他工作過的地方 拉起了一伙 我們叫做習派 所以習近平到今天 他還在抱怨 他罵這個話 已經罵了四年了 黨內有兩面人 黨內有人說一套做一套 因為你根本 習近平根本不知道 誰是他的人 好 我覺得現在可能 可能更重要的問題 是李克強 已經漸漸浮出檯面 變成反習派的共主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月來 李克強勇於 在經濟改革的路線上 提出不同的意見 我們剛剛說了說 地攤經濟學 在地攤經濟學之前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5月18號 也就是在5月21號 兩會召開的前三天 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 提出了一份 名字很長 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 這個意見書 一萬一千三百字 兩句話講完 這個意見在幹什麼 強調要實現 這個競爭性的市場 改革 打破行政性的壟斷 以及要深化 政氣分開 政資分開 好 兩大疑點 第一個 你為什麼在兩會前三天 你會公布一個非常重要的 經濟改革文件 這個不是你李克強 在政府工作報告裡面 該說的事嗎 所以這種公布的方式 在中共的黨史 我是沒有看到過的 這是第一個疑點 第二個疑點 為什麼這個改革意見 跟你的政府工作報告裡面 所提出來的 那種經濟改革的路線 有這麼多的不同 我主要舉三個例子 哪三個不同 剛才第一個 哪三個例子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習近平事實上 這個修憲 那特別是 去除掉任期制之後 確實是定於一尊 這樣的定於一尊 過去在中國共產黨 那特別是過去的政治發展史上 那唯一有過 這麼龐大權力的人 是毛澤東 兩人之間呢 事實上是有非常類似的 內部鬥爭的路線 那請教一下董老師 剛剛講到 這個毛澤東也善於鬥爭 那習近平當然 當年可以這個脫穎而出 可以出現 是在這個妥協當中出現 然而2012年開始掌權之後 他一路的極權 這個極權的做法 也跟當年毛澤東的極權 也類似 是的 我們剛剛有歸納過 等於是說 這個習近平跟這個毛澤東 相似之處 還有不足之處 那今天的狀況看起來 習近平恐怕已經走到一個 關鍵點了 就是說因為 他這個自大才輸 他其實差毛澤東 還差得很遠一段距離 但是他又做跟毛澤東 相同的事情 那麼毛澤東過去 所碰到的反撲 今天習近平一樣會碰到 而且恐怕反撲的更大 我剛才談到5月18號 李克強他就丟出一份 所謂的經濟改革意見 這個經濟改革意見 看起來跟習近平所主張的 經濟改革路線 最重要有三點不同 第一個不同 就是剛才有談到 習近平他是要國進民退 李克強主張監管國氣 其實就是國退民進 第二個剛才也談到了 針對中美貿易戰 習近平他要的是 自力更生 三個靠自己 李克強是主張擴大開放 跟世界接軌的 更重要的就是第三點 這個意見竟然提出 政器分開 政資分開 這什麼意思 可能我要解釋一下 中共他是一個 以黨領政的國家 所謂政器分開 就是黨器分開 所謂就是黨跟企業要分離 所謂政資分離 就是政治跟資金要分離 換句話說 黨跟資金要分離 我看到這八個字 我覺得真是石破天驚 為什麼 因為我是在33年前 看到過這八個字 33年前中共十三大 趙紫陽所提出的 這個政治報告 首先提出黨氣分離 黨軍分離 黨政分離 黨法分離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訝異 然後我也注意到 中國大陸的專家 不太敢談這八個字 可是這明明就是李克強 你提出來的中央文件 所以恐怕今天我們處在 這個中國 他的這個 尤其是中共黨內的 這個政治上的 波桃汹涌的前夕了 而且明杰同一時間 習近平內部 還有一個強軍夢 那這裡頭在奪權的過程當中 軍權是穩定政權當中 非常重要的核心 對 香港的出政權 是歷來中共領導人 一個重要 這個信奉的歸銷 那所以我們在觀察 這個領導人 他的權位穩不穩固 當然是要去這個 從他軍權在握 與否去做仔細的這個了解 但是軍權是不是 這個掌握的很穩固 大概有幾項指標可以觀察 那當然包含 譬如說這個 每次有新的中共領導人 這個接班之後 他是不是接任 譬如說中央軍委會的主委 這是指標 那接任之後是不是 軍委會的成員 可以把這個前一代的 這個留下來的老將 請他順利的這個離開退位 那同時他又能夠 拔著共軍的這個高階將領 那甚至這個 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就是閱兵 那閱兵來說 就是說我們在觀察 中共目前來講 這幾任領導人 當然目前來說 次數最多的 當然還是毛澤東 毛澤東他1949到1959 總共每年都閱兵 所以他總共有11次的 這樣的一個頻率 那之後不管鄧小平 這一個 或者江澤民胡錦濤來說 事實上次數都不多 那一直到習近平 那又這一個頻率 又大幅提升 那特別是本來 在江澤民跟胡錦濤之後 本來立下了一個潛規則 就是說中共不要 基本上就是不要對外 去展現太多的軍事肌肉 那信奉這一個 這個鄧小平留下來 韜光養晦 對這樣的一個原則 所以他逢九才辦 十年才是大閱兵 但是我們看到習近平 接班之後 事實上他真正應該要辦的時間 是2019年 但是他在2019年之前 已經找了很多理由跟藉口 在五年內辦了六次的閱兵 各種形式的 大規模小規模海上的都有 那特別是 譬如說他在2015年 他就以這個抗日 70年的這個紀念為由 就辦了一次 他上任之後最大的這個閱兵 另外連香港回歸20年 這樣也可以找一個理由 其他還有包含 譬如說建軍90年 海軍建軍70年 這樣也都可以拿一個理由 來對外展示 他掌握軍權的這個控制的狀況 那去年2019年的時候 他見證這一個90年的 這一個大閱兵 那等於正式的對外要宣稱 他的手上的軍權是非常穩固 不過這個換個角度想 習近平為什麼這麼急迫的 要透過閱兵來對外展示 他的這一個軍權在握 某個程度 另外一個角度觀察 也是顯示他內部 可能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因為如果他的軍權非常穩固 事實上也沒有必要 一再的大張勤鼓對外展示 當然對內的目的是一個 就是說他要去展現 他的這個政權是沒有問題的 那對外當然 譬如說這個威責美國 日本歐洲甚至台灣 當然也是他一個重要的對外目的 只是說這過程中 我們發現習近平 他的閱兵的模式也很多 那超越毛澤東來講 因為毛澤東那時候才見證初期 事實上他1949年的這個閱兵 他那時候戰機只有17架 而且外船 因為戰機不夠 他要飛了兩次 那特別是說 那時候他這一個 不管在西南或南面的地方 他認為還有非常多 國民黨殘存的勢力 所以中國表面上雖然統一 但是他還是擔心內部會有戰事爆發 所以連那時候的閱兵 戰機都還特別掛彈 他的這個看法是認為閱兵就是出戰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對內對外進行一個這種威責的一個效果 但是看到習近平又不太一樣 習近平事實上 因為前面的這個從鄧小平 鄧小平也是是華北大閱兵 比較特殊是在這個野戰的這個沙場閱兵 那後來到習近平事實上 他有沒有必要這麼頻繁的半閱兵 如果說他不是有一個內外交迫的情勢 事實上對中國來講 似乎沒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必要性 不過我們看到習近平 他那時候在這個駐日河基地 也同樣的模仿了像這個鄧小平 他進行一個在這個沙場的閱兵 那那個閱兵的過程中 我們這邊軍方單位曾經事實上研判 他的這一個在沙場閱兵的這一個整個 出這個所有的武器成展的這個順序 事實上就是他的一個戰鬥序列 包含譬如說前面先對美國進行反介入 後頭有些裝備就是拿來 譬如說針對日本或台灣 都有他的一個刻意的安排 所以他對外展現他可能會動用武力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就非常的明顯 另外像習近平他還超越毛澤東 就海上的閱兵 因為那時候中共建政初期 海上的兵力也不是這個非常的這個充足 那習近平我們特別看到 他在南海進行匯集五六十艘的這個戰艦 然後空中的兵力在南海又展示 這個解放軍在南海 又有這個強烈的作戰能力 這樣的一個這個企圖心 也是超越毛澤東 所以整體上來講就是說 軍事動作上面 毛澤東那時候當然是為了穩固內部的權位 所以每年都辦閱兵 辦了11次看起來次數很多 但是相對於這個習近平來說 毛澤東那時候事實上 解放軍還沒有能力對外這個擴散 當然後來有所謂的這一個中印戰爭 但是那也是一個象徵性的 一個等於說也是轉移焦點的一個方式 但是習近平相較於毛澤東來講 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就是他的這一個軍力展現的一個頻率 我們看到他要謀求的這一個 所謂的這個中國夢也好 強軍夢也好 背後事實上就是一個軍事擴張夢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這個對外展示的兵力 已經不是只有說傳統的路 這個地面部隊的兵力 我們看到後面的像這個2019年展現的 包含各式的飛彈 這個飛彈東風41是已經可以打到美國的 然後東風31東風26東風21東風17高超音速武器 甚至好多型的這個新型的無人機 這樣的一幕目的已經相較於毛澤東時代 可能比較偏向於這個內部的自我防衛 他已經是在向外擴張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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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頭的展示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比較擔心 習近平未來一步一步 如果在內部的確還是有極高的壓力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這些過去閱兵的動作 可能都是在為他將來 不管在東面在南面 在這個周邊的國家向外擴張野心的準備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